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徐姑姑 你可曾发现吉儿回来后一直闷闷不乐的 仿佛换了个人 我也觉得是 锦儿这丫头先前总是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现在倒是安静了许多 怎么 王妃是担心她与您疏远了 灰州郁劫后 我与她主仆二人分离 再相聚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或许我有了玉秀对她后子薄比了 王妃多心了 说不定是这丫头与王妃分开后激励了些什么 锦儿与我 就犹如你母亲 她自幼在我身侧 劳心尽力 前阵子又受了不少苦 这份情 我是不会忘的 她年岁也到了 我会为她选个好的夫婿 让她有个好的归宿 二位 里边响 来 眼瞧着就要过冬了 是冰的冬 刚刚顶背的长度 还要发往各地 忙得我呀 脚都不沾地了 内屋有人吗 这边 二位贵客 点点什么 隔壁那桌点的什么 隔壁那桌点的什么 隔壁那桌 那点的可不便宜 我看着穷吗 你瞧我 你瞧我 你放心 我照着隔壁那边 每样给你上一份 一模一样 您烧的 您烧的 将军 这 这 能得多少钱啊 我看着穷吗 来 吃菜 来 吃菜 好 好 好 就买上 美味 这位 要不是因为这碗鱼唇羹 老夫还不知道跑这一趟呢 我早知是县 君喜欢吃这鱼唇羹 便吩咐殿家 早就准备了 是 不知这鱼唇羹 有什么 听老夫给你讲讲吧 这鱼唇羹 要取一百条活鲤鱼之唇 所以 冬菇 笋片和上等的火腿 熬制两个时辰 如此熬制 你说 能不美味吗 说句大不敬虎 就是当今陛下 也吃不到如此美味啊 想我谢氏 当年龙胜之事 这算什么呀 世人只知道皇帝和皇后 才能食尽天下为食 他们哪里知道 我们士族门阀 才过得舒心踏实 行 谢夫君啊 这东一之事 你帮了我很大的忙 你这公务繁忙 也看不上这金银财宝 所以啊 我从东市牌坊 给你治了一个小院 这家人秦良 尽情地享用 如此 那就有劳各位了 当今皇后 是我们谢家 将军干什么 现在正是我们 谢氏宗亲翻身的时候 人赃俱载 现在就可以拿他 将军 他是护布侍郎 零行前大王一再嘱咐 我们必须谨慎行事 前几日宫里传出话 要多找一些我们谢氏宗亲 进宫当差 到时候 就要多多有劳 那蔡爷 我有钱吗 我怎么听说 你的肩伤又烦了 伤口突然有些刺痛 许是雪天失寒 不过并无大碍 是谁多嘴 竟传到王妃的耳朵里了 无大碍就好 我特意让太医 开了一些止痛的防药 还有 来 这个是去除疤痕的预告 你记着每天都要涂啊 我可不想我的玉秀 将来是带着伤疤嫁人的 瞧王妃说的 谁说玉秀要嫁人了 玉秀就守着王妃 谁也不嫁 你说的 那若将来 宋将军娶了别的女孩 你可别哭鼻子 王妃 又拿玉秀说笑了 王妃 你不知道 这宋将军 可想着玉秀姐姐呢 刚才 还给玉秀姐姐 送来了那药呢 原来有人 比我更惦记玉秀 你这头发这么乱 你怎么见得人家呀 宋将军 是将东西在门外交给的我 并未如内 这可有意思了 宋将军何时变成了闷葫芦 心里惦记还过门不入 王妃 你看那花 这也是宋将军送的 还特意叮嘱 要放在向阳之处 他说 这是他特意从皇陵带回来的 他 我在皇陵的花园里 种过一束兰花 宋将军此行如若方便 带我去看一下 他 倘若他还活着 就替我浇一下水 好生照顾他一下 他上次的管子 我看不出了 他不是 我看不出了 他不是 我看不出了 我看不出的 我看不出了 他不是 我看不出了 我看不出了 他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好多了 可我怎么觉得 今生当中有一丝荒芜 伤心动物上去百日 可可可是伤了心呢 是 你们这一趟还顺利吗 我认如你所说 中途有人跟踪 要不是我们宁朔军保护 安平王这刺恐凶多吉少了 王力够巧诈了吧 大头来还是败在太后手里 此立败王 则贪 此情去守皇陵 终是不如斩草除根来的彻底啊 你放心 怀疑已经安置好了 大王 那个安平王 对你承贱颇深 你一心相护 人家也未必领情 不用他领情 若不是他涉身相救 我的阿武 这把现在已经没了 我欠他的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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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大王 忽兰使团进京了 忽耶奇在里边 我跟这小子没少交手 我一看他那张脸 我就知道这小子这死刑没安好心 他在城门上跟我叫嚣 这要放在宁朔 我一都劈了他 你自己也知道 这里是京城 不是宁朔 罪器啊 来咱们这地牌撒野 人家是拎着礼物来做客的 黄老狼给击败一年 我知道他们没安好心 可到底打了什么主意 要等过几日 是 上了朝堂再说 送上门的黄鼠狼 过几天我把他们毛都给撩了 我陪着你 大王 大王 门口来了几个忽兰人 我现在就把他们都耗了 远来是客 请 他们说 是专程来拜见王妃的 要见我 这护郎使臣也太狂妄了 在晖州就把我们王妃劫持走 现在 还有俩来府上逃党 王妃 要我说 叫侍卫把他们轰出去 赶来豫章王府 勇气可嘉 更衣 是 阿玉 阿玉 在 请大王一同剑客 是 是 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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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见王妃的 不见其他人 忽兰使臣远道而来 我王以礼相待 可你难道忘了 客随主便的道理吗 忽兰使臣忽耶齐 拜见豫章王 本来是忽耶齐讲的 他像老熟人的 不必多理 对啊 太熟了 做了多少次手下拜家 现在跑过来当客人 我们豫章王府 可不留无礼之客 萧綦 这就是你们王府的待客之道吗 你应该庆幸 这里不是战场 否则我对你不会这么客气 这么晚了还偏要见我 所为何事 参见豫章王妃 此番前来 我只奉真王子之名 向豫章王妃献上礼物 此为何物 此乃我忽兰霍毒风所产之奇化 历雪不衰 历雪不衰 惊霍不败 每百年开花一次 乃天下必读疗伤之盛品 你家王子还真舍呢呀 我们王子说了 豫章王妃是天下奇女子 唯有他 才配得上这天下奇华 此物太贵重了 告诉你家王子 心里了 来 好 转告你家王子 东西我们收的 替我谢谢他 宋将军 还不送客 我们就找到了 刘雨 我们就走 我们就接下来 我们就不来 我们就接下来 你 我们就不来 你这么一次次地拒绝我 你是看不起我吗 你想让我看得起你 就堂堂正正地和萧綦 在沙场上一决胜负 而不是在这里羞辱一个女人 你这算什么复仇 这枚凤钗是宛如姐姐送我的 上面的玄珠天下执此一枚 凤钗曾被我拔下 刺杀贺兰针 未遂尸首 从此无踪 如今奉差重返 贺兰针似乎是以这般隐晦的方式 向我赔罪 但她与萧綦母仇在前 又有断臂之恨 岂会轻易善罢甘休 贺兰针伟乎是以这般隐晦的方式 贺兰针似乎是以这般隐晦的方式 这般隐晦高调如今 其目的 绝不简单 且行且看吧 没担心 一切由我 一切由我 呼兰王子贺兰针奉忽兰王之命 恭贺大成天子陛下登基 愿呼兰与大成结盟交好 恭祝陛下万岁万岁 万万岁 请起 谢陛下 不愿其 奉上礼丹 是 王子有心了 赫兰针 赫兰针此番前来 还有一事 期望陛下成全 王子弹说无妨 我呼兰与大成 速来一一带水 愿与大成结交 勤进之好 为我兄长赫兰拓 迎娶一位大成公主为妻 这 忽兰王或有不知 朕初登皇位尚无子嗣 先皇也只有皇子三人 并无公主 这连因 陛下不必多虑 陛下不必多虑 陛下没有公主 我们自然知道 可我们也知道 大成 速来出好女 例如 明满天下的豫章王妃 哪怕是在我呼兰 也是威名赫赫 若陛下有意 可选取一位此等贵女 封为公主 与我大成联姻 如此一来 大成与呼兰便是儿女亲家 为表成义 呼兰王承诺退兵五十里 在尾期间绝不兴兵 以此为聘 迎娶大成公主 好 王子千里求亲 诚心可见 我大成 断没有拒绝的道理 你放心 朕 一定会选一位 财貌 家世 皆为上等的贵女 眼下之事嘛 王子 远道而来 千里迢迢 风尘仆仆 传令下去 明夜 朕要在宫中 宴请群臣 为呼兰王子 接风 喜沉 是 陛下 多谢陛下成全 贺兰臣 在此 还有一个不情之情 王子请讲 贺兰臣 与豫章王妃曾经有一些误会 想要当面与王妃澄清 不知明日夜宴可否邀请豫章王妃一同前来 你是说这忽兰人昨天夜里进了豫章王府 是啊 有趣 有趣 有趣啊 婢子就想不明白 这忽兰人和豫章王不是死对头吗 豫章王妃灰州被绑 也曾闹得沸沸扬扬 这想过大天 婢子也想不出个子丑银卯啊 默默忘了 我们虽然不知 可是豫章王府里 有人知道 殿下是说 苏锦儿 明日派人去豫章王府传言 找他问个明白 千万不要露了马脚 是 去 殿下 婢子探听到 昨夜忽兰王子 差人去了豫章王府 如此不遮不掩 那那些关心豫章王府的人 也都应该知道了 这忽兰王子贺兰箴 与豫章王萧綦先有沙母之恨 后有断臂之仇 太好了 他来的正是时候 了 了 了 不 我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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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儿姐姐 几儿姐姐 玉秀姐姐 王妃说让你多休养几日 你怎么又赶紧回来了 不用 要不说我呀 天生的劳碌命 躺了几日浑身都不舒服 反正中火也不中 我就随手给做了 那你看到锦儿姐姐了吗 刚去了小厨房 为王妃准备摊药 怎么了 府外来了一姑娘 说是她表妹 有急事寻她 那我去厨房找她 你自己小心点 表妹 王妃说她从小就是孤儿 被养在府里 哪又冒出来了个表妹 你找我 是 请跟我来 皇后找我啊 可是三皇子殿下来信了 是皇后 是皇后派派我来找你的 她想知道 昨夜忽兰人为何突然去了豫章王府 都发生了什么 三皇子殿下没有来信吗 你还不明白 豫章王府所发生的一切 都事关三皇子殿下 你若做不到 但凡有风吹草动 便报之皇后殿下 那日后皇后殿下 也绝不会助你 我说 只要 只要 是为了三皇子殿下 我什么都愿意做 陛下刚刚下朝 怎么就过来了 陛下 你有心事 这个贺兰朕 果真不安分 今日刚见到朕 就给朕出了一道难题 当初就是这个人 在晖州掠走阿妩 用在这边的 在宁朔 惹出风波 今日他入宫朝圣 朕说 要大宴群臣 他竟然当着重臣面 两次提到阿妩 还要阿妩一并出席 这 这豫章王和王妃的 脸面于何处 说得正是 女子的明节最为重要 阿妩也是朕的表辈 就若是在以往 以朕的脾气 肯定立刻将她赶出京城 永世不得入境 可朕现在是天子 做太子这些年 多少人都觉得朕不行 等着看朕的笑话 朕现在越来越明白 先皇的苦楚 身为天子 绝不能肆意妄卑 甚至 更要忍辱福仇 万罗 朕对你说的这些 你可明白 明白 陛下的痛 宛如感同身受 若是此事 烦扰陛下 宛如倒是有一个想法 不知道能不能行 往后有法子 快说来听听 陛下为何不把夜夜延后几日 这样就能请各氏族的夫人和贵女 都来宫里赴宴 一来 宫中选秀 可以从这些名门贵女中 真选 陛下可以过过眼 二来 群方真宴 豫章王妃在其中 才不会显得突兀 也让忽兰人见识一下 我们大臣的女子 是如何风雅宜人 去 请豫章王来御书房 朕有事与她相商 是 陛下 你 云 你 不 闭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军 外面好像有人 将军 是吗 是吗 豫章王果然厉害 既然能从这些老古董手里利用工业的办法扣出这么多钱量来 如此一来 金冬所欠的军费便有了着落 这样 朕再拨五千两黄金与你 皇帝陛下 这丞相不是说国库里没钱了吗 不 朕说有钱就有钱 就是五千两 如此一来 朕的将士们便能好好过个冬 陛下圣恩 臣与将士们感恩不尽 陛下可否在你皇榜一份 将各士家捐赠钱粮一事公诸于民 这样 就算各士家知道这笔钱 最终还是留下了金钟 可百姓的歌颂毕竟是实打实的 也算是各得其所吧 如此甚好 准 谢陛下 还有一事 朕已与顾中枢商议好了 选定了此次和亲公主的人选 就是顾家之女 顾采薇 此次忽兰使臣入京 朕知道 让豫章王跟阿妩受委屈了 但是 你也知道 多年来百姓饱受战乱之苦 朕也希望能国泰民安 几日后 朕希望 豫章王能为大局招相 勿以忽兰使臣伤了何气 臣 遵旨 朕啊 谢首证跟那些人交易的账本 我跟胡瑶按照大王说的 盯了那家伙几天 结果发现他老鬼鬼祟祟的去一处私宅 那肯定有毛腻嘛 果不其然找到这个 好 告诉胡瑶 盯紧这个谢首证 放心 大王 这账本上每一个人 都大有来头 但明日 我将这账本 上成皇帝 寝旨才到 行 那就等大王见过皇帝再说 我去替替胡瑶 去吧 都加小心 去吧 凌寿的僵尸们 按 背了大城 炸 炸 炸 哎呀 以后咱们宁朔的僵尸 终于可以扬眉竇气了 好啊 好啊 太好了 好 喝 喝喝嘅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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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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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阿岳跟我说 一遇到这样的天 玉秀的伤就疼得辗转难眠 是啊 北方阴寒天气 伤至惊苦的 都会如蚂蚁啃事一般 着实让人受不了 他都是为了我 才落下这冰根的 玉秀一个姑娘姐姐 舍身救助 将来 咱们豫章王府 一定要后待的 怀恩这几人 经常来探望他 不是送花就是送药 我怎么觉得 他们两个 有点两情相悦的意思 你看 怀恩会不会 就是玉秀的良人 为空泪雨真是